哈喽大家好我是飘雪 今天我们到福州这个三番七下 现在准备带大家去看看这个大龙树 看看我背后这个大龙树 大不大 刚刚好到这边刚好下雨了 福州市区里面其实玩的地方不多 比较中心一点的也就这三番七下 打卡属于一个打卡地吧 大家一般来福州市区的话 都会到这三番七下走一走 它这个也是后来先盖的 也不是说是最早以前的房子 有的是组建的 有的是在原来的基础上重修的 就是这样不是完全是老房子 不是完全是老房子 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房 房呢就是唐朝的时候居民生活的这个区 就是生活区叫房 什么叫做像呢 像就是大户人家走的路叫像 三番七下是福州的历史文化街区 总占地约45公顷 从南后街两旁 从北至南依次排列的方向总称 三番七下至近代发任 于唐五代行程到明清点盛 如今古老方向风貌基本得以传序 方向内保存有200余座古建筑 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九处 省市及文保单位和历史保护建筑数量众多 是一座不可多得的明清建筑博物馆 三番七项顾名思义是由三个方七个项而组成 顾名思义三番七项肯定是由三个方七个项而组成 现在呢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它是哪三个方哪七个项 第一方呢是光禄方 因宋代光禄清成师梦而得明 第二方呢是文鲁方 因宋代祭久正目得明 第三方呢就是一锦方 据清龙城锦雾图 才该地有小天安门之称 七项里面第一项是阳桥像 原有阳树树立于阶像之中 故得明阳桥像 第二呢是 阳光像 因宋代刘涛居住于此 其子被真为阳光而得明 第三项呢是塔像 据传古代该处有宝塔一座而得明 第四项呢是黄像呢 因宋代宣德门东侧的护城和成黄色而得明 第五项呢是安明像 据传因宋代黄浅上 助此皆得明 后改其名为安明像 第六项为公像 因明代明王 既攻入居此条小巷得明 第七项呢也就是最后一项 叫吉辟像 原名是李渔辈 后因明代抗扣名将 张静和抗扣英雄 契机官被冤杀 当地人民为了怀念二人 而更名为吉辟像 在三番七项的南后街上呢 还有许多福州特色的小吃和历史建筑 如福州的肉业 佛跳墙 同利肉业老铺 美食和建筑 南后街以南的方向被称为三方 而北面的方向则被称为七项 方向内有许多保存完好的 明清建筑和历史遗迹 其中不乏国家级文化保护单位 总的来说呢 三番七项是福州历史文化的重要踩体 也是福州历史与文化传承的 象征之一 南后街呢 有一座作息朝东的三进小院 你们知道这座小院的历史吗 这座小院呢 灵绝迷冰青都曾在此居住过 去美国吃好喝 三番七项呢 是福州唯一的一个5A级景区 他居然不要蒙票 你们信吗 欣赏我 欣赏我 在新哲系 不在新哲系 我现在在福州 这个爱新树啊 就前面这个爱新树啊 到了 到爱新树了 没有了 远远的爱新树 这些爱新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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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英要不要拍开爱新树啊 玩的开新树 吃的开新树 我们也开新树啊